我 苏珊中 你找我 你先坐下吧 我想放好家姐姐走 她太可怜了 假如二少祝福之后 我眼睁睁地看着 她从一个明朗的人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没有办法坐视不快 那你想清楚呢 对不起 段思芳有功绩的秀女是大事 若少祝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不能连累你 你能不能 喜风修书给我 全把自己撇清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吐死虎辈 除了我们 没有人能救她 我觉得你不太开心 你能不能够 我可以在订阅里面 你只能承充 你能够 你不太开心 你能够 我可以任何人 操心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但这种话不要再说 谢谢你 我只是觉得 你一个人已经很难了 如果再因为我出什么事 我滚蛋就死 我什么人都不用怕 游子 我走得这么不管不顾的 你们不会有事吧 别担心了 车上还有人等着呢 姐儿 娘 姐儿啊 娘 你怎么来了 娘已收到你的信 就紧赶慢赶地跑过来吧 还好赶得上送你一程 娘 对不起 我原本想在这二少主府立足 好好过日子 可是 姨娘从家里带了车夫来 人很可靠 你就放心吧 回击穿路上的东西 我都已经准办好了 先去我家避避风头 等风头过了再说 小薇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大恩大德 不谢 不谢 只要你以后 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 嗯 哪怕是为了孩子呢 这个孩子 我已经想好了 他的乳名就叫常乐 意思是 长久的平安喜乐 等他出生之后 任你做异母可好 好 我一定等好这个异母 只是你自己 要更爱自己一些 不然 怎没有能力去爱其他人呢 这天大地大的 你一定会活得逍遥又自在 别哭啊 去吧 嗯 走 你还好 走 娘 这一路过来辛苦了 来 喝点水 怎么了 娘 娟儿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一离开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自打你嫁给二少主之后 这贴补娘家的 可都是二少主给的赏赐 可是你这一走 你以后拿什么傍身呢 娘 这个你放心吧 李威他们现在 做生意做得很大 风生水起的 我以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做 娘怎么可能不担心啊 你跟李威他不一样 李文碧只有一个妻子 他又那么的疼爱李威 你自己也说过 这李威的夫君啊 对他是很好的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他夫君有的是人帮他兜底 可是 咱们娘俩 可什么都没有啊 娘的意思 是希望我回去 娘怎么能不希望你好啊 可是你这一走 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 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 新传少主雷霆之怒 燕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 那我们全家 可就没法活了 所以千里迢迢地跑过来 不是为了送我离开 那你给我写那么多信 让我保重身体 你是想利用我 娘怎么能是利用你呢 家里这么多的树姐妹 娘费了多少心思 才把你送来新川 好在你也争气 这遇上了二少主 还怀了她的骨血 这好不容易到了这一日 你该保重自己才对 家儿啊 娘知道 二少主她对你不好 娘也心疼 可是有她护着咱们 咱娘俩才算是有人撑腰啊 这女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这夫君就是我们的东家 这跟东家讨饭吃啊 总是很难的 忍忍吧 娘这后半辈子 可就指望你了呀 少 少主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你在干什么 我 崇夫人呢 崇 崇夫人 崇夫人的仁呢 玉鸣 妾给少主沏茶去了 听下人说 少主忙于政务 夜里幼丝少眠 妾了安身茶给少主 好茶 你又身孕在身 竟还惦念着我 这些事情吧 让下面的人去办就好了 好茶 好茶 你有身孕在身 想着 为少主做些什么 才能安心 前阵子 妾让少主不开心了 妾是害怕 这肚子里的孩子 不能让少主满意 但少主放心 妾今后定将好好 身子 听取张神婆的叮嘱 努力为少主生下长子 你呀 要是总能这么听话 就好了 我也不能久留 过几日 我才来看你 恭送少主 好茶 参夫人 你怎么又回来了 妾夫人 你怎么又回来了 夫人不是睁ш一叉眼闭一叉眼 让你走了吗 我母亲说得对 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根本活不下去 况且我一介残驱 为什么要连累你呀 我跑了 少主战怒 非能是能保得了你 但也免不了朋友之苦 我没跑 大家也就都黯然无恙了 只使我日后生下的是个女儿 我想少主 也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招福一二吧 我母亲 把我教养成今天的模样 我却也只能做金丝雀 龙中鸟 哪有什么独自生活的能力 我和二少主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她依靠着夫人的母家 敌出的身份 我连累着李渭他们和你们 我们都是无脑的人 只有交死在这宅子里 才是我最终的归宿 好家姐姐托我还给你 说是谢谢你 是我犯傻了 原以为她母亲是来帮她的 结果听绿鸟给我们传话的意思 反倒是被自己的母亲推了一把 好家姐姐的母亲 好家姐姐的母亲 可能只是想好家姐姐可以嫁入高门 必有他们全家人 这是个什么母亲啊 自己的女儿已经过得这么不幸了 她还强逼她忍下来 好家与咱不同 说穿了 大家也算是在后代中成长 自有底气 但好家是靠着察言观色活到现在 这过程里 她又经历了多少人心一变 翻脸无情 所以 她根本不敢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 好家姐姐从未都没有 可以一直拖着她 让她跌下去的家里 事情已经这样了 从今以后 咱们就是她的家人 咱们拖着她 你这种粉的代。 你这种肯定不然 物人家背景 总是沿路 偶像 我现在那头 也就赛了 genuine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们照顾 太医不证 侧夫人她是运气补得太厉害 孩子太大了 恐怕会有些麻烦 那怎么办呀 最好去请个太医 扎针指头 太医 我之后就找夫人 求少主帮侧夫人请太医 好 来 去换盆肉嘴 尹征仗着自己是九川事务司协理 要在九川境内推行新闭 这肆无忌惮地将手伸到我护正司来了 父亲还三五十地赞许她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的 让你尽快找到她的把柄 尹征 你别生气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她经属的公务都办得妥贴 即便掺和了新闭的事 也都过了父亲的名路算不得渐远 尹征心机深重 谨小甚微 我手底下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她 可 可也都找不出来她的错处 没有错处 你就不会制造一些什么错处吗 这半年来 父亲一直不满你我 觉得引征各位进取 二哥 此季贸然动作 恐怕不识良机啊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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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夫人要生了 这夫人生孩子你找我做什么 侧夫人疼得厉害 没力气了 这生不下来 我们婆说 最好给侧夫人找个胎医 扎上两针 兴许能够止疼 这夫人生孩子有不疼的吗 扎针之术 胭脂是否会伤及到胎儿 你让他忍一忍 是 朗朗 倘若当真生的是男孩 即刻来报 是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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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少主 侧女是真指疼 此夫人状况越来越差了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郝姐 你给我大持精神 不许放弃 夫人留步 你们侧夫人都会生了 下不进去 他会没命的 快让开 迪张主有令 任何人不得入内 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是谁都一样 迪张主说来 今儿谁都不能进去 给我起开 让开 夫人 夫人 我要是死了 孩子 你能不能 不能 你给我听好 你要是敢死在我家 让我摘上了晦气 那我就折磨死你的孩子 不会让他好好长大的 所以你必须给我活着 才能盯着我 明白吗 夫人 实在不行 生不下来 你先别慌 徐太医现在过不来 好 你知不知道他身上 哪些些微是止疼的 好 你现在给他固执 必须让他有力气 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 叫人知道徐日道 可是 二少主不让 够了 你又知道 在这个府上 我可是唯一的女主人 就算好家的命 那也是我来管的 别犹豫了 下车 好 夫人 冒犯了 夫人 夫人快 我看到孩子疼了 好家 你记着 今天无论是你 还是孩子 你跟他没去死 夫人 让他 优律 这天都黑了 怎么还是没消息 生了 生了 侧夫人生了个女儿 太好了 好酒酒 怎么样 侧夫人没事 母女平了 母女平安就好了 二位 请先回去吧 少主今日心情不佳 是绝不肯让人制服的 侧夫人那边有夫人照应着 不会有事的 那劳烦您 把这个平安妇 带给老家姐姐吧 刚出生的时候 她一直地哭个不停 这会儿 就已经睡着了 一点都不闹 你看 她一点都不像我 可像她粉级 没事的 就让她多跟我们在一起 时间久了 等她长大了之后 就一定会摆脱 老儿那些恶习的影响 对吧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男人 她的生孩子 我连命差点都丢了 她连失质疼真的都不肯 直到生女后 她更是没了任意 我连一只鼻里都不如 有没有想好 给这个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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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长乐 宁好月 小妻 小妻 要是宝主知道 这孩子名叫尹好月 带着你母家的姓氏 怕是会不高兴 不 不叫尹好月 就叫好月 成了 成了 成了呢 成了呢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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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吧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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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夫人 岑夫人 孩子哭了好久了 你可能 还是得给他喂点 你别过来 你把他抱出去吧 我不想见他 岑夫人 不然 您还是再试试吧 姑娘哭了太久了 你把他出去 太可怜了点 抱他出去 我照顾不了他 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了 我照顾不了他 我什么都给不了他 你抱他出去吧 我求你了 娘亲照顾你啊 都已经好几晚没睡了 让娘亲多睡一会儿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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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少主 来了 听人说 这好家整日啼哭 下人们纷纷议论 说他是中邪了 我看不如 把他安置到偏殿去住 以免疯癫失疑 少主 好家 刚生产完 不便移斗 我意已决 我们府上 这朝中权贵 经常往来 倘若他中邪的消息 传了出去 我这颜面还要不要啊 少主 不是向来都信封 张神婆吗 今日还将他请到府上 为何不让他来 给好家断断 是否真的中了邪 再来做决定 好家最近 梦中经济 迎风落泪 而且背痛欲偶 我看他应该是病了 应该请太医来看看 行了 他宽我宽了这么久 后来呢 不是还是空欢喜一场 我们修他 赶他出府已是万幸 还要这么做 这孩子怎么整日哭个不停啊 爱无心思 卓人将这孩子送到宫中去 由嬷嬷抚养 免得愁 好 少主 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也知道 宫中抚养嬷嬷 她们不会很尽心呢 六少主少时过得如何 你也是亲眼所见的 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呢 一个女儿而已 从前那两个树出的补也是一样的处置 且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为父亲生一位让他高兴的长孙 你去外边 多密些良家子 悄悄抬进府来 不可生长 少主 你是要在这个时候 往府上招新人 这个府上我说了算 你只要听命做事就行了 少主要新人也就罢了 不过还请 不要把好家的女儿送走 实在不行 你可以把她记在我的名下 这么多年我也无所出 我一定可以尽心尽力地将其抚养长大 等未来 可以让她作为嫡长女 风光出家 嫡长女 你 你就别在这儿吃人说梦了 你怎么会有我的孩子呢 少主 你 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你出去吧 那 你 云 请测夫人进足反思 不得擅出 测夫人 查到了 原来我这么多年没有孩子 真的是因为 张生婆今日来了一趟 又拿这些给了少主房里的人 油菜籽 生地 当归 穿凶 这些给夫人用的土方法 都查不太出来 小人之前在厨房盯了那么久 也没个所以然 问题是出现在水房了 他们把这些浊了水 给夫人泡茶用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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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苦的 为什么我就没有喝出来呢 初入府上时 他听说我是带穿来的 喜欢喝家里的绿茶 他说要从树上再取露水来为我泡茶 我每天喝的茶 都是他朝夏日准备好了的 他还说喝茶的时候要给我加点蜂蜜 因为新川的人都是这样喝茶的 后来我才知道新川人喝茶根本就不加蜂蜜 可是我却以为他只是希望我喝的茶 能够有一点甜 所以才想了这一招来哄我 原来真的就是哄着我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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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一开始 我是想做一个好的夫人 我只想帮她 打理好歪头的遗弃 她不希望我从我外面跑 我也听她的 就一直在这个宅子里守着 她想拿牵入府 我偷忍了 那只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她 我是真的喜欢她 真的喜欢她 连我自己都快没有了 只有这个家 只有这个家所有的鸡毛酸痞 也 我竟然还相信了 是我不能为少主生孩子 原来 这都不是真的 她是不太小的 这都走 太多了 人才都不太心了 也不太心了 不太心了 我可愿意 为什么 是苦 那么苦 来 来 叔叔你不关心好家呢 一头都生完孩子之后 状态更差了 你跑得比谁都快 站住 干什么呀 不认识我呀 我和我父亲来 你们也来 让开 别别别别 别拉走 这这不是 你不能这样 把刀收起来 抱歉 吴少主 吴少夫人 怎么了 少主不允许任何人入府态使 侧夫人 但夫人知道是您二位 便让小人偷偷地出来说一声 凭什么呀 那可是刚给她生完孩子的女人 她是不是人了 行行行 先说正事 干文姐姐 这个好家现在怎么样了 侧夫人被挂了金币 她先是日夜啼哭 甚至害怕 不肯见孩子 其实是个现象 小人在湘雨中也见过 那头重邪女子 本来很爱自己的孩子 可生产过后一夜之间 想要杀孩子的 抱着孩子自尽的都有 夫人也想请人来小笑 但少说不肯 吃饿了吗 六册夫人物 求婧 何夫人 嫡长主将她的侧夫人郝家关了起来 我实在是不敢去求见川夫人 就只好来求您了 嫡长主非我所出 她的那事 我更无从指挥 我明白 是我僭越了 只是我不知道 这后宫之中 除了您 还有谁能帮我了 嫡长主博待于她 她本就撑不下去 在西华逃出福的时候 又发现自己怀了深渊 嫡长主一心想要个儿子 她却又偏偏生下个女儿 加上产后其余 这样下去 只怕她 你倒是挺关心的 家里人教我 与人为友 不再登高时产美 不再跌众时凶手 好贾姐姐 身后无人 若是连我都凶手旁观的话 她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云 Person 邱夫人了 你起来 先回去吧 夫人 我累了 想歇会儿 夫人还是喜欢六少主这位侧氏的 或许吧 这孩子有一颗赤诚之心 想当初我身影争时 尚未及击 如果能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我也不至于 那您打算帮他吗 其实倒也不麻烦 无非就是求求主上 川夫人那边就算再不满 顶多挤兑我两句 我只是想到 我产后一只弃欲 亏欠了孩子也失了仇 与我要好的夫人 不曾关心一句 其实我不怪他们 只是人生在世 谁不会遇到难事 谁不想有人施以元首 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多担一点点的麻烦 那人情就更淡漠了 是 太医说了 见不到真人只能派一些书干解语的呀 可怎么办啊 你不进去吗 你刚才是要去太医院 是故意让我一个人去见你母亲的吧 我以为她看不见我 会好说话一些 但看来还是讲错了 回头再想想爸爸吧 母亲刚是万五十 好情也总是乎 尤其年少的时候 看我就像看仇人一样 我还要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我的问题吧 可能就是我的问题吧 林郑 或许当年的何夫人 也和郝佳姐姐一样 治病了呢 真的 这不是你的问题 女子生产之后 很容易情绪不稳 就会得器语之症 病得重了 有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 都觉得痛苦万分 夫人心里 肯定也不想这么对你 她只是病了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这不能怪她 但更不能怪你 这不是你的错 少主 侧夫人 何夫人有令 稍后会令文默默 亲去一趟嫡长主府 想来见她如见何夫人 嫡长主 就不能再避美谢客了 文默默怎么突然来了 还带了她们几个人 小的也不清楚 但文默默便代表了何夫人 也不能拨了她的面子 参见狄长主 小人受命于何夫人 要过来问一句话 自侧夫人好家生产以来 狄长主一直将其居在房中 这像什么话 何夫人有所不知啊 自好家生产以来 身体尚未恢复 我便让她 好好修养身体 是 但眼下流言已传到了宫里 还请嫡长主 让好家出来见见 好啊 好啊 阿宝 去请侧夫人出来 见见 是 何者谢谢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一切安好 你们不用担心 若有人胁迫你 你也不用害怕 实在不行 就先到我们府上住 郡主这话什么意思 好家是九川卓选入我府中的 没有我应允 她不能擅自离府 郡主方才所言 有灭是我新川之嫌 原因岂改 只是好家她 郡主 郡主不要担心 我真的没事 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们以后 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了 也不要再来看我 你刚才配合得不错 你这温炫的样子 还真是招人喜欢 这段时日你辛苦了 好好休养 我再来看你的 少主不必来了 少主 去忙少主自己的事吧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不过 我不想再对一个 令我作呕的人 姚维起怜罢了 少主关着我 打我 羞辱我 在我身上寻所掌控感 不就是因为你在朝堂上 有限无力吗 仰仗着父亲 准顺其事的丑爱 仰赖着高门出身的嫡妻 寄希望于未出世的儿子 外强中竿 不过如此 你真的以为你给 西川主生出长孙来 你就能保住你现在的地位吗 你离离外外 穿的带的吃的用的 全都是我上的 离烟穿的母家一无所有 没有我 你连狗都不容 你放开我 听到实话 你生气了 我就是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看着你吗 因为你和赵方如不同 你一无所有 你只能养我脾气 你呀 一辈子 都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 靠我偶尔的 怜悯度是 你知道的 即便是我 也得要看主上的眼光 才能过活 我都只能带着廖靠活下去 你呢 你一个 蝼蚁都不如的人 有什么资格 去祈求尊严和脸面呢 我还会来看你的 当然记着 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也把腰都好看一点 来 阿夫人 侧夫人怎么了 没事 你带着孩子 去找夫人 跟他说 请夫人照顾 我累了 想休息 你不必进来了 来 赵 那我现在一切安安好 真的不用担心 你们以后 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了 也不要再来看我 是不是只有一了百了 才能结束这一切 怎么了 侧夫人 这马不吃散机不走了 我预感很不好 云莺 郝佳姐姐有些不对劲 不 是很不对劲 我得回去看看 你去找一下影哲 好 吧 我得回去 可望一份温柔 种下一场萤果 穷的换于片刻 生吞无尽苦涩 写下一曲弯歌 不堪芳华作脱 耿楼还长 这一生要如何爱过 如秋色如花果 一刹那凋落 却沉默却执着 作一只飞蛾香烈光 风中他胜着 如如鱼 既然来了新川 不就得找一个发展前情最好的东家 那不就是几张主吗 你啊 一辈子都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 看我偶尔的怜悯度日 你要怎么能不希望你好啊 可是你这一走 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 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 新川少主雷霆之怒 叶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 那我们全家 可就没法活了 我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每天都能看到夫君的笑容 梦中踏上躲入迷途 古山走后 后院是平静而又祥和的 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 两个人还能一起去后院晒太阳 爱恨离离开刀 再回宝 愿如酒 吹花 老板 白发苍苍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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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老板 老板 这不止机 你们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接近侯家 侧夫人已经清晰了 让我进去吧 不行 把 把剑放下 让开 还来人了 侧夫人自尽了 侯家 这 准备后事吧 什么准备后事啊 怎么就要准备后事了 您不能这么随便看两眼 就让我们准备后事啊 您炸针 做汤药都可以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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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准备后事 下官移书不经 侧夫人落水太久 几乎没了麦夕 还是 不成了 您再看看 太医 您再看看 您再看看吗 不行 我们就多找几个太医来 找好多好多太医来 您就知道 你都知道 您快起来 您快起来 您让我想想 您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徐太医 徐太医可能有办法的 他曾经救兴过一个 必须多事之人 这是他身份特殊 恐怕 难以请动啊 徐太医 徐太医 晦气 当什么孩子就给我整剑出了 人都丢尽了 要死 怎么不死外面去 少主 急点口音吧 李渭 怎么样 你张主 请求您大法慈悲 去宫里请徐太医 救救好救救救 徐太医 你知道徐太医是谁吗 徐太医是主上御用的太医 这深更万一让我去找徐太医 万一让我揣测 我想私自知道主上的病情 贯速下来 谁负责任啊 你不去 我自己去 你给我站住 你疯了 你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惹上是非 咱们俩都有麻烦 去 赵芳如 站住 主上竟是头风发作 扶了要休息了 即位恐怕不能进去 情况危急 您正让我们进去 见一下主上班 能不能先请徐太医前去医职 人命关店 这徐太医是主上御用 外调出去的话 会很麻烦 还请刘少主见谅 把班梁总管通融一下 之后我们四会向主上秉民 一切都与总管无关 哎呀 今时真的不行 即位 再想想其他办法 哎呀 不是 不是 到底出什么事了呀 袁英提消息给我来 说好家出事了 我得去光临请他医去救他 不是 你这哪儿去请啊 你这就要闯攻了 我们这儿要这么多了 哎呀 不行哪 干啥呀 你是单穿的郡主啊 你擅闯新穿攻罪过更大 我听你去 你干什么 你去 你会使这碗枪吗 松开 你千万别冲动啊 你千万别冲动啊 徐大一 救命 啥眼神 我这不出来 哎 吴少主 何事 吴少主 何事 何事 吴少主 何事 何事 吴少主 何事 何事 准备关钱我找徐大一救人 没有主上命令 吴少主那样 没有主上命令 吴少主那样 谁啊 哎 吴 徐大一 吴 吴少主 吴少主 何事 吴少主 何事 吴少主 何事 吴少主 徐大一 您为何 徐大一 你赶紧跟我去救人 不是 救谁啊 他叫谁不能救我的这事了 他可不行 没有主上命令 吴少官万万 不敢善离他医院啊 怎么倒医院 我明日 我明日我向父亲 我好好解释解释 行不行 你先跟我去救人 那 死不得了 吴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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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让我们走 我就当场上太医一我 吴少哥 吴少哥 快 给我死了 快 死了 快 死了 快 死了 往后退 别逼我 退后 往后退 离我远点 别逼我 快退后 吴少主 吴少主 万万不可 这个人犯上的 你明快点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今天必须带他走 快站开 快 吴 上车 走 站开 快 快 快 杨总 现在赶紧把人送回去 这事还能真引得过去啊 一旦让徐太医跟万人接触了 这打探主上病情的罪名 可就洗不清了呀 我们会在尘世前把人送回来 还请梁祖国通路 六少主 好了 就换个热的来 夫人 我把孩子带过来了 给我 夫人这是做什么 我必须得让郝家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 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他醒过来 他不能死 他必须醒过来 老公 站住 让开 你们不让开 我 我雪剑当场 我喷你们一脸 让开 把徐太医给我送回宫去 谁 不看你们谁敢 今天郝家的命我们就定了 少主 他医我们已经带来了 你就行行好 让我们进去救救郝家姐姐吧 您弄清楚 郝家是我的 他的生死我说的算 跟你们这些外人何干 他不是你的误解 他是个人哪 他是个人 他算是什么人 他费尽心思 跑到我的面前 我给过他机会啊 如今是想要死在我的府上 徒增晦气 他不是想死吗 让他去死呀 你胡说 贱人 快走 尿尿 快去 快去 快快快快 快去 数子杂色 你好大的胆子 我怕我禀明父亲了 想要接人长短 得先清楚自己做过什么的 二哥这么多年在户中私事 如过于利的我一清二楚 好自为之 太医 她怎么样啊 多进去这么久啊 怎么还不出来 没事 咱们再等等 多怪我 要是平日里再多关心她一些 她就不会这样了 不怪你 怎么会怪你呢 切错坏错 都是隐松的错 这药业关了 睁眼下了 怎么都没见她有任何反应呢 能做的我都做了 眼下只能看侧夫人的命数了 若能行转来 便能活下去 若是不能啊 侧夫人 侧夫人 不许哭 你家侧夫人还没死呢 郝家 你给我停着 今天 你必须给我醒过来 不许响夫人 等你孩子长大了之后 我就告诉他 你是自愿嫁给他爹做侧夫人的 你剩下他之后 你就跟野男人跑了 不要他了 郝家 你若不在 等他长大了 我就让他 跟着老二进学那些不好的 如果到了年纪 我就让老二 就把他当作筹码 随便找一个人嫁 就和你我一样 云人不输 欺负苦语的过一辈子 若若他跟我哭 我就和他说 你活该 谁让你生母不要你的 谁让你生母主都放弃的 郝家 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你要真的听到了 都无所谓的话 那行 那你去死好了 但是若若你真的有一丝不想放弃 一丝替你孩子考虑的话 我拜托你睁开眼睛说句话好吗 郝家 你听到了吗 你就睁开眼睛说句话 郝家 郝家 夫人 と と 一≫ 最友好 我们 接着 кос は 彰儿 你怎么只会这一招 你说什么 他 他刚才是不是说话了 浩天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 你怎么只会这一招 浩天 太阳 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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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怎么样了 诸位请放心 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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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性命一无余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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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救我一下 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她吗 不要 不要不要 我以后的眼睛 我听说 你们 做了那么多 我对不起你们 只要你能活着 我们做多少都没关系 你之前一直不开心 那是因为你病了 以后把身子养好 只有你自己才是最珍贵的 知道吗 以后遇到任何问题 一定要跟我们交 对啊 我们大家都在呢 干嘛总是一个人硬撑着呀 人活着就会有希望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以后这种杀伤不准再做 怎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